打開置物櫃唇白毛巾 卻有一隻很突兀的黃褐色蟲蟲 不只長達3.5公分 甚至已經下了兩排綠色的卵 讓蔡小姐嚇到頭皮發麻 差點哭出來 我大概在裡面健身房有10年了吧 對 然後但是第一次遇到 常常會覺得提心吊膽 不敢很放心的使用置物櫃 事發在台北市某連鎖健身房 4月27號蔡小姐去運動 跟櫃台拿毛巾後就放到置物櫃 沒想到上一個小時的教練課 再打開櫃子就看到荔枝春相在產卵 反映給櫃台卻一直沒接到回复 一直到5月14號隔了兩個多禮拜 才接到電話 認為業者態度消極 換運動服的時候 我一定會拿起我的包包看嗎 上面沒有蟲啊 說怎麼會是我帶進去的 衛生上確實是很需要再重新檢視 業者強調會員有說 領取毛巾時都沒有異狀 分店每月都有定期消毒 再加上健身房非春相生長環境 有外部吸入的可能性比較高 雖然蔡小姐不接受業者說法 但還是頗望提醒大家又重出沒 因為不只健身房 荔枝春相和14顆卵僅僅附在衣服上 自到5月是荔枝春相的產卵全盛期 長期攜在荔枝龍眼樹跟卵樹 潰心時植物導致落果對人體影響小 但也要小心 荔蟲身上有臭屑可能被噴見到 怕那個分泌物怕你皮膚會過敏 那有時候會騷癢 在北市辛亥路上又一塊板子 荔蟲荔蟲 貧富小楓是荔枝春相天敵 靠雌峰將卵寄生 讓春相的卵無法孵化 但專家也說看到荔枝春相 只要記得別直接碰觸 就不怕皮膚過敏 體育新聞 新聞想家庭 台北沉悟動